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海剧场在那个年代 你要演话剧 南海剧场首选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舞台 它跟观众距离前近 其实早期 大幕的前段 它是一个弯乐形的乐池 那个乐池 我跟它情感特别深 为什么 因为我从大二开始 就意外地开始 为戏剧演出来做配乐 那做配乐一定是在 那个乐池来做配乐 那这个剧场白天 还有别的活动 还有人来人往 所以我每天要演出前 要装音响 演出完又要把它收起来 每天就是装装拆拆 所以每天都要重复去做这个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有一年 话剧欣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李曼规先生 他写了一个剧本叫 《摇慈仙梦》 也许也是南海剧场 有史以来 副总统颜家干来看戏 我看没有比这个更高阶的 政府官员来南海剧场 然后我被安全人员要求说 你都不准乱动 因为副总统就在我后面 因为他坐中间的位置 我配乐就在最中间 第一次碰到这样一个状况 很不自在地 做了整场的演出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 我说起来这是蛮奇怪的事 姚老师很多戏的演出制作 都跟我有关 有一段时间 他接话剧欣赏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大家的期待 就开始办实验剧展 这是官方正式办实验剧展 但是更早就是 我们在甘谷街 成立云门实验剧场 培养幕后的技术人员 利用他们节训的时候 我们就办实验剧展 同时实验剧场 又希望能够 也启动台湾的实验剧展 剧运 刚好随着那个时候 慢慢解研 所以非常蓬勃地发展 时代在演变 那经过十来年 南海已经不是首选了 你的定位也应该有所调整 我想是回不了当年的那种 一支独秀的那个时代 每个剧场它有不同的特点 那我们应该在里面去寻求 它的特点的定位 我觉得那个是要时间 时间去培养 你要形成新的定位 也需要花点力气去推动 就是这样 真希望你活得好好的 然后呢 我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回来这里 跟你一起玩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